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观战方的话是石头领 对战方是这个无赖天机 这个无赖天机的话疯狂强袭 这种玩家就是强袭 对战方有一招技能的话 是可以让观战方强制A对战方 给自己的一个宝宝创造一个机会 但是观战方这个石头领的话 也是有点小话招的 观战方让宝宝来充当一个输出的一个角色 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很好的去和对战方拼死刀 因为对战方虽然可以控制观战方人物的一个出手 但是观战方这个石头领的话 他是比较依赖宝宝的一个伤害 也就是说对战方这回合要碰到硬查了 观战方再次给宝宝上风光 这样的话对战方必须 对战方很无奈 给宝宝掉攻击 对战方必须的话 得轻宝宝的一个速度 要优于观战方 观战方这个追子 我靠一手小法莲 直接秒了对战方四千选 宝宝补一手 对战宝宝飞 这把比赛对战方的话 感觉想赢的话有点困难 观战方直接选择出杀人豹子 观战方继续加风光 这个风光的话是有零刃 对战方要小心一点 小心这个 哎呦 靠直接被对面吹飞了 我靠 给你吹了那么久 是吧 直接飞掉 观战方继续拖 感觉观战方的一个宝宝 伤害更高一些 啊 就来放宝宝绿了一手 哎呦 观战方 清宝宝的一个速度太快了 这只豹子还挺能绿 现在场上已经完全沦为了一个宝宝的一个战场 就是去干宝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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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单电的话 一回合电到7000血 这只单法的话 确实有点强 就去干宝宝 更加紫水 对来方变身铠甲 对来方出孩子 这是一个龙宫孩子 观察方的一个伤害有点分散 有可能是感觉有这个感知的原因 观察方还是有点贪 个人感觉还是要集中火力一点会比较好 你看观察方人物从开始到现在一个飞机也没用 你这你敢信是吧 对来方宝宝再飞一只 观察方给对面丢破甲 要进行决斗了 观察方开始换宝宝 观察方便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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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冠战防 战蝶 给到宝宝一吹 冠战刘雨 来这里 这本都 大家看到了 一点儿鞋滚 好快 再夹准备 这 McCutte